黄一鹤要确定主持人了 但当时还没有主持人这一说 只有报幕员 但黄一鹤觉得 如果单纯报幕会使得整台晚会显得很死板 而且容易冷场 如果报幕员在报节目之外 还能插科打混 带动一下气氛就好了 那谁合适呢 当时央视和以相声演员为主的 中国广播艺术团 说唱团正好在一个大院里 黄一鹤就想 能不能用相声演员来做主持人呢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我国中青代的邻居人物 有马继和江坤 之前黄一鹤就曾和马继江坤合作过 彼此很熟悉 海样闺女可够愣的呀 怎么叫愣呢 于家儿女就得有这股的冲劲嘛 身体好 好 没病 没病 什么病都没有 什么病都没有 打算得点什么病啊 得点肺炎 当黄一鹤找到他俩后 三人一拍即合 随即马继江坤加入到晚会策划作 这是今年春晚的大致安排 你们看看 有什么意见 这怎么找一相声演员当主持啊 这也太不严肃了 我同意 他们说相声没问题 但太拼了 咱们办的是国家企的晚会 那是非常庄重的事 哪能容他们去胡闹 相声演员要上了 观众会觉得我们办的晚会太庸俗 我个人觉得 马迹太俗 江坤太难 那你们 有什么建议啊 咱们台里优秀的播音员 不是有很多吗 赵宫祥 沈丽 那不都挺好 这事啊 还得慎重考虑考虑 然而 黄一鹤却坚持自己的方向没错 他说 新闻联播的播音员都习惯念稿子 临场应变不足 而且马迹江坤都是著名相声演员 江坤还被评为优秀青年代表 反对的声音传到了台长的耳朵里 给策划组吃了颗定心丸 同意马迹 江坤上 考虑到整台晚会 包含了歌舞 戏曲 相声 短节目表演 光靠两位主持人 支撑近五个小时的直播 肯定不行 黄一鹤又联系了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员 兼编剧的王锦渝 同时 黄一鹤考虑到 光有男主持人太单调 还得有女主持人平衡一下 又找来了 当时在全国大红大紫的女演员 刘小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